奉主耶穌盛民在此做见证 首先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在这边做见证 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是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找工作的见证 那我的大学要先从我的大学开始介绍 我大学就是位于台南 我在台南读嘉南药理大学 然后我的科系是幼保系 那在毕业前其实我觉得在思考 我未来是要留在台南工作 还是要回来桃园工作 那因为我读的科系是幼保系 幼保系出来可以当幼儿园老师 也可以当安清班老师 或者是当保姆 或者是托婴中心的老师都可以 而我自己就是从以前最想要做的就是幼儿园老师 所以我就想要往幼儿园老师这方面发展 那在幼儿园老师里面又可以分私立的老师跟公立的老师 但是其实在从高中到大学的这一段路上 我们的老师从来没有说过私立和公立的差别在哪里 那对于考公立幼儿园的这方面的资讯也是很少接触 那我会知道考公幼是因为在归人教会认识了一个学姐 然后她跟我读同一个科系 她就跟我提到公立幼儿园的跟私立幼儿园的差别 那其实私幼和公幼对家长来说差别就是学费 再来就是公幼可以放寒暑假 那私幼没有放 然后私幼可以比较晚接小孩 那公幼不行因为比较早下课 那对老师来讲呢就刚好相反 就是薪水上是一个差别 那公幼比较能准时下班 私立就比较不能准时下班 因为常常要加班 假日也常常有很多的活动要去上班 那这些考量就是都放在我心上 其实我心里就已经打了一个底 就是我希望我要去考公幼 因为光假日加班这件事情 我就希望我的星期六是可以给神的 那我在平常下班之后也是有时间可以给神 而不是一直待学要加班 所以我就开始准备了考公幼 那考台南的公幼或考桃园的公幼 也是我在一直放在祷告中的 那最后我选择是先考台南的 那我也告诉自己 就是如果台南没考上我就回来桃园 那我在考试的那一年台南只有一个缺 那我就在考试的时候 又碰到了那个归人教会的学姐 她也去考了试 然后她在那时候跟我聊说 因为这次台南只有一个缺 很难考上 她就跟我说那如果你没考上 没关系 你可以去找代课 因为在公幼里面有师生比的问题 就是一个老师要带15个学生 那如果有一个老师他请假 请育婴假或者是请长假 请什么假就会找代课 那这个代课也只有在公幼才有 其实我以前是不知道的 就是很感谢神有这个小天使 然后告诉我说如果我没考上的话 可以去找代课 那那一年我的确没有考上 所以我就回来桃园了 那回来桃园之后我也开始准备了 就是找代课的学校 那代课要面试 面试的时候有十分钟的试教和口试 口试就是他们学校的园长或主任会问我问题 那在准备面试的这段期间 我就依照我之前在私立幼儿园实习的时候的试教 拿来用我的面试 那在其中也祷告和神说 求神带领我试给我一间适合我的学校 那我去面试的第一间学校是新阶国小附设幼儿园 那时候去面试的时候报名的有三个老师 那面试的过程非常的顺利 就是我教的也很顺利 主考官问我问题我也全部都会 而且在最后主考官考完的时候 他跟我说就是我很年轻 但是我的台风很稳 看起来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师 那因为就是那个老师说的这句话 所以我就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然后心里呢就有一些的骄傲 那带着这个很有信心的心 到了公布的那一天 我非常期待打开电脑 结果马上就跌落谷底 因为我没有上 而且不止没上 我还是三个里面的最后一名 那其实当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跪下来祷告 那其实在祷告的过程中 我也开始思考 就是 虽然我有靠神 但是我有交托吗 那我是对神有信心 还是对自己有信心 那我凭什么骄傲 然后这些能力不都是神给我的吗 就像彼得前书说的 神阻挡骄傲的人 是恩给谦卑的人 那其实祷告之后 我就懂了为什么没有上 所以就马上找了下一间的学校面试 那第二间学校是中立幼儿园 在面试的前几天 我知道中立幼儿园里面 有一个教会的老师在那边工作 我那时候也知道靠关系进去是不好的 但是呢 我还是去问了这个老师的联络方式 然后也请认识的人 去和这个老师说我会去面试 虽然就是口头上并没有说 我希望你可以让我进去 那其实心里是这么想的 那这一次的面试 非常的糟糕 就是是我面试里面最糟糕的一次 因为试教 明明这个试教我已经练习了很多次 和上一次的面试也是同一个试教 但是在这一次的试教里面 我教得不顺 而且还忘记我要教什么 然后那边的老师问我问题的时候 我也回答不出来 什么都回答不出来 就只能说不知道 原本以为有认识的人就可以吻上 但是事实不是 其实我心里都知道 就是也知道自己很软弱 然后求神加添给我力量 那这一次过后 下一次的面试是第三次的面试 是凭证幼儿园 那这一次的面试我也没有多想什么 因为已经是第三次了 等于我这个试教已经练习了很多次 所以我把大多的时间放在祷告上 那在这一次的面试也很顺利 然后就在最后的时候 这间幼儿园的园长和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很年轻 然后也很有活力 但是我的试教并不是现在公立幼儿园 所用的主题教学 他说我应该充实对主题教学的了解 还有课纲的搭配 其实我听完当下蛮惊讶的 因为原来我之前都交错的 那前面的老师也从来没有跟我说我交错 因为这是面试 那也只有这个园长 他会和我说这么多 那其实面试完很感谢神 就是我知道这是神安排的 因为其实面试的时候主考官哪会看你说你哪里交错 就是你交错就是不用用你就好了 那其实就是神要让我知道我哪里做错了 然后要更进步 然后并且依靠他 然后这间学校面试完已经是八月中了 那通常公立幼儿园开学是八月底 所以很多学校都没有再出缺了 那时候我也在想我是不是要去私立工作 那这些我都放在祷告中 一直到八月底开学前 大概八月二十五号 平正幼儿园又出缺了 就是我第三间面试的那间学校 他又出了一个缺 其实我没有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 到那个园长说的标准 所以我就想逃避 我就和我的家人说我不想要去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准备好 但是家人就提醒我说 试试看或许是神给我的机会 那我就硬着头皮去了 那也在祷告中告诉神说 我很害怕 就是很害怕那个园长说我没有进步 然后很想逃走 就是求神赐给我勇气 那这次的试教 因为上次的试教已经被这个园长说不对了 就是公立幼儿园并不是用这样子的主题教学 所以我就在祷告中跟神求说 求智慧求说要怎么试教 那刚好就在祷告中就有一个想法 那我就用这个想法去试教 结果在面试完 园长就和我说 在短短几天里面进步了很多 就是很恭喜 恭喜我 然后就请我回去等结果吧 那最后就是我有录取了 那当然录取以后就是马上的祷告跟神说感谢 那面试的这间学校其实是有一点远的 它在66快速道路下面 但是这间却是很适合我的学校 因为在这里面 我等于这个工作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那这里的老师都很照顾我 并没有因为我什么都不会 然后都不教我 他们其实都把我当成女儿啊 或者是当成妹妹的在教我 那这间学校我只待了半年 但却是给我很多公立幼儿园的教学基础 那半年之后我就决定不要工作 专心准备正式的公立幼儿园考试 因为这个缺只是代理 我只能待半年 那半年之后我就要走了 所以我就决定要考正式的 那在这半年里面 之前一起工作的老师 也给了我非常多的建议 然后并且盯着我看书 常常约我去练习口试还有试教 真的很感谢神赐给我这么好的同事 要不然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该从哪里开始准备 那在准备考试的这半年里面呢 我一样和神说 求神可以赐给我一颗顺服的心 顺服的相信 神赐给我的学校才是最适合我的 那离考试的时间越来越近 其实心里还是会很紧张 担心自己有哪些地方没有看到书 考试的时候考出来我不会 那就在有一次的晚间聚会里面 竹林分享到说 这些是我有的 那剩下的交给神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我就不紧张了 就心里想 对啊那我努力好我该努力的 那剩下的就交给神吧 到了考试的时候 正式的考试会分初试跟复试 初试是笔试 笔试过了你才可以考复试 那在初试考试的时候 末试之后我就开始写了 就一切都交给神 在等待成绩的过程中 我心里也很平静 也一直放在祷告中 结果出来之后 我是有过的 所以就要开始准备复试 过的当下其实心里蛮开心的 但也很紧张 因为一个星期之后就要考复试 那复试在这一个星期 他会给六个题目 就是六个要上课的题目 当天会从这六个题目里面 抽一个题目出来考试 那在看了这六个题目之后 我当下是脑中一片空白 我不知道要怎么教 这时候之前凭试试的同事 马上就赖我跟我说 是不是题目出来了 要不要帮你一起想 试教的题目 其实当下心里也很感谢神 因为正当我不知道 该怎么教的时候 小天使就来了 那在那一周里面 凭证诱远的同事们 就利用晚上的时间 帮我加强试教还有口试 每天都陪我练习到很晚 那到了复试的考试 二十分钟前呢 他会把我们叫到一个教室里面 然后给我们抽题目 二十分钟后就开始试教 那在这六个题目里面 有一个是我最有把握的 然后在抽题目前 我也一直莫导和神说 求神就抽 让我抽到那个我最有把握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题目 可以让我拿高分 结果我抽到并不是我最有把握的 其实当下有点紧张 虽然抽到的题目 我也还是会教 但是就是我觉得 那个我没有教得很顺 平常练习都是 断断续续的 但是呢在真正考试的时候 那个题目我却教得非常顺 而且在考完之后 主考官还问我说 这个题目我想得很特别 跟别人想得不一样 那其实后来想一想就觉得 神也是赐给我一个最适合我的题目 或许我觉得我最有把握的 但可能和大家教的都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 那之后试教完呢 就会换到另外一间教室 变成口试 口试一样是 有三个老师会问我问题 那其实 我觉得我的口试 并没有回答得非常好 因为经验没有很多 所以还有时候问我问题 我都会停顿很久才回答 但其实在这其中 都可以感受到神的带领 那考试考完之后 就等待成绩出来 其实成绩并没有非常好 我是背取第14名 因为名次很后面 前面开出来的学校还排不到我 但其实我当下心里是很平静的 我就和家人说 我会去考代理 然后一边等被取的消息 那在考代理的期间 被取 就等到了被取的消息 被通知要去贴榜 那开出来的学校 有很多很不错的 其中第一个我最想要的就是 新人国小附设幼儿园 但我知道这不一定是最适合我的 那到真正贴榜的那一天 我最后贴到的是龟山幼儿园 是一间距离非常远的幼儿园 但是我还是很开心 其实龟山幼儿园对我来说 就是我觉得距离真的蛮远的 因为现在回想起来 我以前上班每天上下班都要骑40分钟以上 然后因为我走省道 然后每天早上都要散公车 然后同事们常常都会跟我说要小心 因为有很多同事因为这样出车祸 但感谢神我一年里面从来都没有出过车祸 而且也都没有迟到 那我也没有因为这样的距离抱怨过 我顶多只有说很远 但没有就是因为早起然后生气之类的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工作 那到龟山幼儿园上班之后 我刚开始以为 因为我就是一个经验不足的老师 园长应该派一个资深的老师 陪我一起带一班 那我就不会压力这么大了 我就只要跟着他就好了 然后结果 龟山幼儿园刚好有一间很小很小的教室 那一间教室只能容纳15个学生 那师生比刚好就是1比15 那那一班只有一个老师 我就被分配到那一班 那其实当下呢 我真的是一百万个 为什么 一直在想问为什么 为什么我被分配到这班呢 因为同一时间进去的老师 其实他每一个都很资深 年纪很大 就是年纪可能没有很大 就是中间 但是他们都是教学非常有经验的老师 那其实 我觉得其他老师有跟我说 一个人大一班很好啊 因为你不用跟别人讨论 教室要怎么布置 你不用跟别人讨论 教学要怎么教 你就自己决定就好了 但是对我来说 我的教学才半年 我根本没有太多的想法 我课程也没有想法 班级经营也没有想法 教室布置也没有想法 而且最重要的是 面对家长我没有经验 以前都是有一个资深的老师 会挡在我前面跟家长讲话 那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其实在祷告中 我也曾经为了这件事情 抱怨过神 就是问为什么说 为什么是我 那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我有一次和平泽又为老师聊天的时候 他就和我说 这样很好啊 就是不要怕挑战 而且搞不好 你在归山一年之后 你就考回来很近的学校 那他说的这句话 我就一直思考 也放在心里 就也开始明白 神为什么会让我一个人带班 那我明白之后 也求神说可以赐给我智慧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要怎么自己带一班 那很感谢神 这一年下来 从刚开始 第一次就是接这班的时候 就家长直接跟我说 你那么年轻 你有什么能力 可以教我的小孩 因为他们已经大班了 到就是最后他们都非常的信任我 那因为在幼儿园里面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肠病毒 几乎每班都会有的肠病毒 但在我们班很感谢神 在那一年里面 一个肠病毒都没有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一直看神求说 拜托不要有小朋友得到肠病毒 因为如果得到肠病毒 老师就必须要消毒 那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消毒 整间教室 所以在那一年里面 很感谢神 我从来没有得到肠病毒的小孩 那在这一年里面 也认识了很多 很有教学经验的同事 他们给了我很多建议 还有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那经过一年之后呢 我还是想要再考考看 一次一样的公立幼儿园老师的考试 这一次的考试不像之前有上班 没有上班的时候准备 而是边上班边看书 那说真的真的没有办法看很多 因为我是一个人代班 其他老师可以利用小孩午休的时候看书 或者是利用不是他上课的时候看书 但是呢因为我只有一个老师 平常每天都是我在上课 那中午我就要处理班上的东西 所以我通常看书都是 晚上下班在看书 然后而且常会因为很累 所以就睡着 然后就看不下去了 那考试前我也和神说 我这一次真的没有办法 像之前准备了这么多 那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该不该留在现在 这间学校归山幼儿园 那也求你 就是求神赐给我顺服的心 然后面对结果我不会抱怨 那考完出试之后 很感谢神我出试过了 那接下来一样要面对副试 在边上班然后要边伸出市交的教案 在那一周里面我的压力真的非常的大 常常准备到半夜 然后隔天还要上班 但是很感谢神在归山认识的这些同事 他们都很有经验 告诉我很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例如视觉的时候可能要看着主考官 或者是视觉的时候要放下一些班级经营的技巧 让主考官知道 我对班级经营是有想法的 而我们也会每天约时间一起讨论教案 然后彼此看市交并写下缺点和优点 那但是准备了这么多 其实我还是没有把握的 因为时间真的不够 但是也放在祷告上 告诉神说我真的已经努力了 那剩下的就交给神 复试当天 市交一样是抽题 我抽到了一个 我也是没有很有把握 但是是我觉得 这个市交题目 是我觉得我自己很有想法 但是我不确定 我交得可不可以很顺的一个题目 但很感谢神 那一天的主考官 因为其实主考官他们有被规定 就是不能有任何的表情在脸上 他不可以对你笑 他也不能点头 就什么表情都不行 因为他不能让你知道你有没有过 但是很感谢神 刚好碰到三个主考官 都脸笑得很开心 就是我在市交的时候 他们会给我回应 也会就是 虽然他的回应不是表示我一定会上 而是给我那种 就是让我没有那么紧张的回应 就是会给我一个微笑 或者是很认真的看我市交 因为之前有些主考官市交 他可能就是没在看 发呆 眼睛闭起来之类的 所以就是这些主考官 让我非常不紧张 把我所准备的 全部都完完全全的交给他们 那口试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样 主考官有被规定 他们不能笑 也不能给你任何的提示 因为这样有可能会是 就是会表明身份 在正式考试里面 这样是不行的 但是我碰到的 那三个口试官 也是和蔼可亲 然后也是对我笑 像朋友一样的聊天 所以他们问我的 每一个问题 我也都是回答得非常顺利 就像跟一个朋友在聊说 我的教学里面是什么 那我想要怎么布置教室 整个副试考试下来 其实心里非常地惺忪 也很感谢神 那和我一起考试的同事 有四个 那我们考完之后 我们也很紧张地 等待成绩出来之后 我们一个考了第二名 一个考第五名 一个考第七名 一个考第十一名 那我是考第七名 其实在成绩还没有出来之前 我请认识的朋友帮我算 大概会落点落在 就我的排名 我的分数可能会落点落在哪里 然后结果我朋友算出来 其实他都说 不可能啊 不可能前十名 你应该会背取二十几吧 结果出来却是第七名 那我自己知道 就是再人不能 再神凡事都能 那在TA学校之前 我第一最想去的就是 内定国小附设幼儿园 但是其实我知道 这间可能真的不是最适合我的 那我也知道神会赐给我 适合我的学校 那在贴榜时 我就贴到了 内定国小附设幼儿园 那我们的四个 我跟我很好的四个同事里面 我们也全部都贴到了 我们第一顺位的学校 就是我们最想要去的地方 那其实这间幼儿园 真的比之前在龟山 近得非常多 而且这间幼儿园的环境 也是我很喜欢的自然环境 但是呢 在去这间幼儿园之前 也会担心 因为呢 在公立幼儿园里面 有分两种老师 一种是教保员 一种是教师 而我是教保员 我没有教师证 所以我跟教师有差别 他们是有教师证的老师 那常常都会听说 说在妇幼里面 因为内定国小 附设幼儿园就叫附幼 他附设在国小里面 那之前龟山幼儿园是独立幼儿园 他里面没有很多的教师 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常常就会听说 说在妇幼的教保员 都会被欺负 被看不起 因为我们没有教师证 我们领的薪水比他们少 那我们也不能放寒暑家 都要去上班 然后就会被看不起 就会被欺负 所以其实也会很担心 但很感谢神 这间学校的老师 对我非常好 他们也会因为我的薪水 拿得比较少 所以加班的时候 就是可能晚上留到五点的加班费 都会让我领 然后就会都会让我优先 就是加班 问我要不要加班 然后对我也是 就是等同教师一样 常常会帮我争取一些教师 有的权利 然后也给我 真的很感谢神 那其实这一段的求职路 回头看 神真的很爱我 就是尽管我一次又一次的 抱怨和软弱 那他依旧的耐心等我悔改 然后给我机会 并且看顾我 让我明白 他给我的路 才是最适合我的 其下回想起来 若没有在平正认识那些同事 就不会考到龟山 那如果没有在龟山认识那些同事 我现在也不会到 内定国小附设幼儿园 神也知道 若是简单地让我顺利考上一间 轻松用离家境的学校 我可能会忘记 这个是神的恩典 然后在这一路 其实在别人看来真的不算太顺利 尤其前面面试了很多间都没有上 考试又考到了很远的学校 但其实我知道 就是这都是神要给我的挑战 在 就是在这一路我学习到非常多 也体验到神的爱 而在最后一次的考试中 我有一个同事考了第十一名 那其实第十一名在 正取的名次里面也算蛮后面的 因为正取之取二十名 那他第十一名 可以贴到自己理想中的学校 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但他那一天 却贴到了他最想要的学校 那他也和我说 就是谢谢我妈祷告 然后我自己知道 就是因为他是因为我 就是因为我们的神 然后这样才得福的 那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经节 这个经节是我在这一段路上 感受最深的一段经节 是真言十六章 第九节 真言十六章第九节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愿一切荣耀都归给天上真身 哈喽阿们 好 很感谢余金姐妹的分享 那他提到了他在过去 从毕业以来找工作的一些历程 那其实就如小丁刚所说的 我们在听别人见证的时候 虽然这个是他的故事 他的生命 但是呢 我们是否可以放他心中去思考一下 跟你有没有一些连结 所以于是呢 小丁就想到了一点 就是我过去 也不是说从没想过 但是应该是说 从没有这样子的整理过 因为小丁其实在过去 有不少是面试的经验 从我上大学就是用面试的 然后我上大学期间的 那个一个打工期会 就是在教会三楼的补习班 也是用面试 因为都要面试嘛 然后第一份工作 第二份工作 甚至现在第三份工作 其实这样回想起来 过程中其实都很顺利 那坦白说没有失败过 都有上 所以其实真的很感谢神 这个就是我没有去经过一些思考 对那小丁刚刚就是最近有一些感觉 就是说到底什么叫见证 见证一定都是good ending 好结果嘛 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会向神求东西 那当我们 当神应允了我们所求 就是我们心中所想的时候 这个其实应该叫做感谢神 因为祂恩待我们 那可是当我们所想的时候 神并没有造 甚至是给你一个 你当初想都没有想过 是离你的梦想 离你的理想 180度大转变的那一个结果 我们可能就开始抱怨 那这个是神的 人的软弱 那我们要这样想 我们的生命是神 祂已经谱好 祂已经写好一个 帮你写好一个剧本 那你怎么知道 接下来你要走的路 不是神安排 其实都是神安排的 那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那你怎么知道 你今天上市的这个机会 其实神为你准备了一个 更好的机会 那也许眼前看起来 是一个更不好的一个待遇 更不好的一个环境 那你怎么知道 你不是像这个约瑟一样 那经过一番苦练之后 你其实是神是要磨练 你是要给你一些成长的机会 那关于这个 关于见证的定义 每个人都不一样 小提分享一个 因为最近我在网络上 其实我很常听 传道的一些分享 那我最近听到的是五豪传道 五豪传道分享 他在东部注目的时候 一些原住民教会的一些 很有趣的一些生活体验跟见证 有一个弟兄这么说到 他有一天去做 他那个时候大概六十几岁 他去做健康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 癌症 他一看到结果 他就大笑了 他就满心喜悦开心 他说 太棒了 我得到癌症 当下完全没有人可以理解 他的家人 他的小孩 没有一个人可以理解 这爸爸是不是疯了 怎么会有人得到癌症 看到这样子的结果还可以笑得出来 那就是问爸爸 爸爸你确定你是认真的吗 你是真的觉得很感谢神吗 他说真的感谢神啊 他说太感谢神了 我得到癌症 这个大家都开始问号 哭都来不及的 爸爸还笑得出来 爸爸就解释 感谢神是我得到癌症 不是妈妈得到癌症 那感谢神是我得到癌症 我在经过前六十年的努力之后 努力打造这个家 其实呢 该努力的 该做的 我也做了 那现在呢 我得到癌症 其实我觉得生命没有遗憾 也差不多了 可以去见主了 那感谢神呢 不是你们妈妈得到癌症 你们妈妈那么辛苦 从小带你们带到大 现在你们都大了 你们出社会可以赚钱了 也该是妈妈享受你们的孝顺的时候了 那如果是她得到癌症 她人生不是太可怜了吗 那感谢主呢 不是你们得到癌症 你们好不容易带大 准备出社会闯荡 准备去学习 准备去成立 去朝着你们的目标 梦想前进 如果是你们得到癌症 那不是很可惜吗 那感谢主是爸爸得到癌症 所以那这样 我前面的努力 就是神也都看见了 那我可以安然去见主耶稣了 那他这样分享完 那其实大家就觉得 好像就了解爸爸的意思了 那当然果不其然 大概经过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左右 这个弟兄就离开了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中 其实就是看你去怎么思考 你遇到的每一个事情 也许它是一个损失 它是一个人生 没有人会去接纳 接受的一个结果 可是你接纳了 你感谢 而且因此你还感谢神 那还有几个见证 因为这篇的道理是跟生死有关 有个见证说 这个老妇人在用餐用餐 吃饭的时候 就是突然就不吃饭了 就停在那边 然后小孩子就说 这阿嬷你怎么 你是太累了吗 是不是想睡觉不吃饭了 他也是这样安然的就在那一个瞬间就这样去见主耶稣 那也有一个是说 有接到预告 有一天这个爸爸突然说 三天后神要来接我回去 那太太还问他 那请问是上午还是下午 是下午 果真三天后的下午呢 他就见主耶稣了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 有一个弟兄他用完晚餐 突然就把他最帅的衣服 当然是老弟兄 他的西装 他的领带都搭好 搭的帅帅的这样 那小孩子问他 你怎么了 那么晚了 你要去哪里 他说 他就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我今天就是要去见主耶稣 所以他要把他身上最帅的西装 烫一烫穿起来 那太太就说 不要啊 那么热 你一定要上床睡觉了 脱下来 然后说不要不要 我就是要穿这样 果真的上床睡觉了以后 他就去见主耶稣了 所以其实我们的生命 神都安排好了 神都为你想好下一条路了 也许这个时候你觉得 你过得很不好 那是不是我们没有去思考 在这段期间 你跟了不好的老板 或是你遇到不好的事情 我没有考上 或者是我没有 我出了车祸 我住了医院 你有没有思考说 神为什么要帮我设计这样的剧本 神为什么把我的剧本写得像白马王子 像公主一样顺顺利利 这样飞黄腾达 神为什么把我写成这样的剧本 那一定有他的用意 一部好看的电影就是 有一些 如果从头到尾顺利到尾 那这电影就没什么 谁要看 那神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剧本写得 风风复复 有高潮有低落 高潮叠起这样子 去拼凑我们人的每一个生命 每一个环节 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其实只要我们认真思考 都可以 都可以体验到很多神美好的恩典 我们今天就会到这边 请唱赞美诗67首 请不吝点赞美语